好,各位同學,很多人對Flash怎麼簽到網頁當中不是很清楚 然後我這邊錄一次給各位再看一下 基本上就會是一個這種狀況 首先呢,我們要打開一個資料夾 基本上你隨便打開一個資料夾 基本隨便打開一個資料夾,像我這樣打開一個資料夾 好,在這個地方呢,打入FTP,一定要FTP 然後newsweek.shu.edu.tw,就是FTP的空間,按下去 就會有帳號跟密碼,這個上課我有交 你自己要去背寫或者問同學,就會是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按登錄,OK,就登錄了 登錄之後,你會看那個public,拜託,拜託,拜託 要按這個,你不要像不知道哪個同學給我開在這邊 對,public,一定要在這個東西再強調一遍 public,public,同學 認真一點,拜託,拜託 然後public按完之後呢,OK,往下拉,往下拉 按右鍵,就跟你在用 當Windows的那個檔案夾的概念一樣 你就是開一個什麼,新的資料夾 有沒有,就開出來了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把它寫成test01,好不好 我們把它用成test01,OK 它就出來了 然後呢,再把這個地方打開 我們把你之前做好的gallery 我們之前gallery或者一個flash 基本上會存成一個資料夾 有沒有,有交過 一個資料夾,記住是一個資料夾 一整個資料夾 你把這個整個資料夾拖著拖過去 有沒有,它就開始跑了 呼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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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再要把它上傳上去 你也不用管,你不用管啊 反正你也不用懂 打開之後呢,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看一下,這裡有一個SWF,有沒有 有一個SWF檔,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主要是這一個 那你就記清楚一下 記清楚喔 你現在這個位置是在什麼 test01,你剛才自己打開的嘛 然後第二個資料夾是什麼 006,第三個是這一個東西 換句話說,這是它的位置的手在 你先把這個地方背一下 好,然後呢 我們現在下個語法 這個語法會把這個 這個語法會把這個東西牽進去 牽到我們的網頁動作上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Fresh的語法 這個在Elan我有給各位 這個在Elan呢 我有給各位 你去查一下 你去查一下 這個我就不講了 主要是這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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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可以看到 前面你都不要管 因為我們電腦有一些轉換 你都不用管 你是用我這個教學的範例的話 你只需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是上傳到免費的空間 那想辦法去把免費空間的那個 SWF檔的網路的位置找出來 有空我再教這個 我會幫你找一個免費空間 看看你怎麼做 學校的好像FTP是不行的 我試過了 他需要打帳號密碼 Anyway 就是這個東西你看 學生的後面 從這個地方開始改 改什麼呢 改成你剛才的資料夾 有沒有 你剛才的這個什麼 TEST01 就是你的資料夾 有沒有 TEST01 TEST01 這是你的資料夾 那你第二個資料夾是多少 0106 對不對 把第二個資料夾改成0106 改完 第三個呢 第三個 把檔名改成你要的檔名 把檔名改成你要的檔名 這個檔名叫什麼 POLAROID 就是這樣子 OK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換句話說 把Flash資料夾 上傳到我們小世界這個空間 然後把這個語法抓出來 你把這個語法抓出來 然後把這個地方改掉 改掉那個空間的地方 要改的地方改掉 那就可以了 好 那檔案 記不記得我教你那一招 我們把它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完之後呢 我們夾YY.html 對不對 html 我們把它存在中面 好 OK 儲存 我們把它存在中面 好 那現在我們來抓 有一個Flash語法YY 跑出來了 基本上跑出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我剛才那個東西 Flash有沒有 庫巴 跑出來了 等等 跑出來了 等等 這我自己拍的 所以沒有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那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要把它寫成語法 就把剛才那一段 簽到 簽到你寫語法裡面 記不記得我教composer 就在那個原始碼的地方 把一整個東西 簽進去就好 如果你不會的話 我再來 教這個部分 就是 這個是把Flash 上傳到FTP 然後再把它抓到你的網頁來 基本上的過程 那就會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好 謝謝各位 可以了吧 好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好 好 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